來 軟圓緊急隔離 也是一樣 硫酸桶處理之後 我來看一下 另外兩隻去散了 散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但這隻齁 這隻齁 我覺得狀態不OK 但它先骨館上已經沒有了 這隻也是 至少上面這個 不管是白鐵還是軟圓什麼 但是照顧人說軟圓是不算有趣 但是它還有活力 使馬當活馬 目前這兩隻有救下來 目前 但是不知道怎麼繼續動 就 也是一樣拍下來 很有感觸的 分享給同學 希望同學的魚都能健康 同學的魚也一樣 好很多 正想它會流下來 它會流一些白白的裡面 裡面這樣 我現在想說醫藥 譬如說魚買來好壞 直接 硫酸桶先過濾一下 之後 再隔離鋼器 隔離鋼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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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現在有在選這個策略 同學到三天就好 來加油就好 不要再熟肉 拜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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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臨時 做這個動作 要不然可能這兩隻也不飽 好 告訴你目前這兩隻 有機會 加油